X-ADV 全新X-ADV 各位小老婆的汽車之餘網 大家好 我是大叔 提到跨界車款 能夠將 ADV 車的那種冒險感覺 跟速克達的便利結合在一起 大概只有本田辦得到 對 我們今天就是要介紹 本田在 2021 年推出的全新 X-ADV 從 2018 年上市的 X-ADV 到現在的兩年 終於在去年的時候年底的時候改款 這次改款到底改了什麼東西 來 大叔再各位看一下 首先外觀 這次從車頭 LED 的造型 基本上算大改 更往旁邊拉長 而且做得更加的細緻 各位看到這旁邊了嗎 有 X-ADV 的字樣 在這種小細節其實處理得還不錯 然後風鏡一樣維持五段可調的功能 整個外觀來講 其實稍稍做了一些修改 但是還是不脫上一代 X-ADV 的一個氛圍 鋼絲框 然後較長的行程 前雙的卡鉗 這些東西我覺得都是 跟上一代 X-ADV 差不多 但是這次除了大燈之外 我覺得兩個地方我要特別講 第一個是它的儀表 這是跟 FOSA 750 一樣 採用了五吋的 TFT 全彩儀表 那一樣的是本田 既 Go-in Africa Twin 之後 第三個使用這樣的儀表的機種 那這儀表資訊非常豐富 基本上大概很多的資訊都能找到 而且這次本田在上面 做了一個小小的遮陽照 我相信這是上一代 X-ADV 車主 很多人會想要改的一個東西 這是本田送給你 原廠就標配 再來就是呢 Keyless 全新的Keyless總成 擺脫上一代被稱為瓦斯開關的那種造型 它基本上已經跟 Go-in 採用那個圓形旋鈕的設計 大叔覺得更有質感 而且更加的簡潔 那在動力方面 它基本上沿用了舊款的一個引擎 但是呢去優化囉 車架也變得更輕 車架輕了一公斤 整體車重少了三公斤 那麼在引擎方面優化 動力比上一代的更好 來到58P的馬力 上一代只有5.4而已 然後呢 引擎動力優化之後 變速箱也跟著升級 我所謂的升級是 這次呢它把123尺變得更密 246尺變得比較酥 你在高速長途行駛的時候啊 這個變物箱的換檔 跟那個齒比給你的感受會比較好 那當然如果你在市區行駛的時候 123檔齒比密 會讓你的加速更加的綿密 緊湊 好 變速箱 引擎 車架 就是這一次 SATV改款的大重點 當然大家會好奇 到底騎乘起來怎麼樣 來 大叔跟各位講一下 基本上啊 因為 座高比較高的關係 來到820mm 比FOSA 790多處的3公分之多 所以你看 大叔的腳 你並沒有辦法像FOSA那樣 完全的平貼在地 所以 如果你要學SATV的人 我覺得在這個身高上 自腳性上面 你可能需要比較多的 考量 那當然 整個手把 屬於一個比較外寬 比較偏那種越野車的感受 這是一樣的 來 你看 這個腳踏的部分喔 大叔會覺得其實說真的啦 FOSA還是給我比較多的信賴感 原因無它 第一個踩起來舒服 第二個 往前踩的時候 我如果今天我要巡航 大家看到了嗎 我的腳 至少不會有一半都在外面 那當然 SATV的設計 本來或許就不是讓你做長途巡航用的 它希望你是在市區 或是在一些比較 輕度越野的地方 找到更多的樂趣 所以他做這樣的設定 好啦 狹步言語啦 我覺得這一次喔 SATV全新的大改款 應該算大改款 其實還是帶給大家蠻多驚喜的 特別是他的坐墊 聽說長大了 可以放入一頂 全罩的安全帽 官方宣稱 但我們還沒有機會是 或許下次我們實測的時候 再帶大家來實際的評測 好 那以上是今天大叔帶來的 全新2021年SATV的一個介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或是對於SATV有任何的想法 麻煩在我們的影片下方留言 最後不要忘記幫我們分享 按讚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是大叔 大家去越野吧 掰 先點讚 你可以 wee 點讚